這是什麼 線 你不是工地員工怎麼會有線 我出來找他聊線啊 警方接獲報案有人偷工地的電纜 發現正要離開的可疑車輛 後車向凹陷變形 還在裡面發現一捆電纜 甚至還有開山刀 原來就是他們持刀恐嚇投電纜 事情發生在十四號清晨六點 台九丁線花蓮和平村一處工地 二十六歲的胡姓男子 和十九歲流姓妻子 趁著一大早現場 只有工地管理員留守 乘機闖入 還恐嚇對方車上有刀 接著這對原陽大道 搬走工地的電纜打算變賣 開車離開時還撞到門柱 工地管理員趁兩人不注意 偷偷報警 警方到場後 將這對夫妻打個正招 但這不是胡姓男子第一次投電纜 我們這麼晚 你這個軟線在哪裡啊 深夜一點多 一輛貨車停在工地外 被眼尖的巡邏員警發現 原來兩天前 男子和他的朋友 踩到同一個工地 投走兩百公尺的電纜 被警方逮捕 沒想到學不乖兩天後再度犯案 還找來妻子一起 總共偷了價值五萬多元的電纜 檢方偵訊後認為 胡姓男子有反覆犯案的可能 申請預防性擠壓獲准 不讓他再度起歹念 TVBS新聞高中 陳家彤花蓮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臨時報告 臨時報告 臨時報告